你的肌肉尤其是核心 只要它沒了 你一定會有問題 尤其是核心很重要 可以不要碰就不要碰 好好保護你的核心 關於打肉毒的事情 之前會一直被問 因為有一些廣告打很兇 說我們要來那個什麼 對 小小打耶 拒絕啊 不准打 因為它是你的核心 就是我們從腦到大腿屁股 就是這是核心肌群 那核心肌群我通常是 直接拒絕幫病人打這件事情 只要關於核心肌群的 我都不愛幫病人打 因為那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當你的核心被打掉了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核心給練回來 甚至我們其實現在很多女生 如果你沒有太特別做這種重訓的話 你根本核心是弱的 那你現在可能因為很年輕 所以你沒有什麼太多的副作用 你沒有什麼不舒服 可是當你這一個你被打掉了 你這邊的核心沒有肉 你的那個身體的控制會不好 你可能會開始有一些頸椎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這一片肌肉 它其實是從後腦勺接到這邊 然後接到你的那個上背部這邊的脊椎 所以當你這邊不見了的時候 你的肌肉它會帶長 就是你的這一塊肌肉沒有辦法作用 所以你的身體的其他肌肉會做帶長 那其他肌肉做帶長它就是一個不正確不天然的位置 所以你就會有一些其他的頸椎的疾病 或者是身體其他的疾病 譬如說假設你的臀肌無力 或者是你的大小腿肌肉無力的時候 那它可能會磨損到的是你的髋關節 或者是你的膝蓋的關節 那個久了可能就是會有更無法復原的狀態 而且你打完肉毒感菌 你可能那三四個月都不動 就像有一些老人譬如說他跌倒 就他必須得住院 那住院他只要躺了一個月 他起來他全身的肌肉都會被萎縮掉 其實我們成人也是這樣 像我之前因為安胎的關係 我只是躺兩個禮拜而已 我只是躺在床上兩個禮拜 那時候的那個年紀 還算是一個年輕人的年紀 我只是躺兩個禮拜 我下床我就會站不穩走不穩了 更何況是你是為了這些事情 去主動把那個肌肉打掉 所以核心我很不建議客人去打的原因在這裡 那如果是有些人他會覺得他身的肩膀很厚 身體很厚 那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讓你的體脂肪直接下降 或者是讓你的皮下脂肪下降 但是千萬不要去動你的肌肉啊 那個是你要花很多很多時間才練得回來的東西 而且我其實有一些物理治療師的朋友 他們就是非常非常不建議任何人去做這種事情 因為你一定會有一些副作用 只是你可能現在還不知道而已 那我已經打了怎麼辦 那就沒關係打了就打了 我們不要看過去式我們現在看未來 就是不要再去做這些傷害你核心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做一些核心的訓練 那再來表情肌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打的 可是表情肌真的看地方 像因為我會有一個撅嘴的動作 就是因為我看自己有時候會自己看自己的影片 然後我發現我會撅嘴 所以我下巴就會皺皺的 所以我就去打了下巴 那打了下巴的肉毒呢 我後來發現對真的 但是你身上的每一條肌肉 它其實都有它的必要性存在性 因為我們人類演化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條肌肉它如果不重要 它早就退化掉了 它幹嘛在這邊 對 所以像我打下巴 我打下巴的壞處是 我很容易吃飯卡肉卡在這邊 對卡肉卡飯 然後因為當這邊打掉之後 有一些人如果真的打太多 我的確會嘴巴會閉不起來 所以你這邊會有一點會流口水 我是倒沒有那個程度 可是我發現我前陣子去吃壽司 那種握壽司 這種飯粒都一直卡在這邊 對 因為它沒有辦法用力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這邊的飯粒弄出來 所以這時候我就是更了解 為什麼我今天想拍這集影片 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你 其實每一個肌肉 它都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我們為了美觀 可以讓一些比較小的肌肉 譬如說我們絕肌 因為我們嘴巴閉的這個動作 你有聽過一個成語叫做 三肩齊口 控制嘴巴的運動有四條肌肉 有三條肌肉都是嘴巴閉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因為臉很寬 我想要去打咀嚼肌 OK 因為你三條肌肉 一條沒了 你還有兩條可以用 可是那個擴背肌 或者是說你的哪裡的肌肉 真的沒了那怎麼辦呢 所以像下巴這個也是 就是我發現我真的是打了之後 的確你的下巴的形狀 會變得比較漂亮 可是有一些動作我就做不到 我這邊卡肉了 然後我就是沒有辦法把它弄出來 只能去廁所把它摳出來這樣 另外的譬如說 像有一些是表情機 像以前我們 另外一個客人會很喜歡打的是這裡 其實我自己也喜歡打這邊 我們的演化的過程 你會有皺眉 皺眉這件事情 我現在皺不起來 因為我有打 就是它的原理 其實是因為我們要恫嚇別人 就是恫嚇你的敵人 就是掠屍者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皺眉 就是把它弄起來 看起來很兇的樣子 但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不太需要用到這個肌肉了 所以你真的去把它打掉 是我覺得是沒有關係 對你的影響不會太大 抬頭文的話 對其實也是就是表情機 以現在這個社會來講 其實我們不太需要 那麼多的表情機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太會 你被掠死著 然後你要去 Fighting的那個狀態了 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因為 他總是被人家說他看起來很兇 如果說你總是被人家說看起來很兇 看起來很倒霉的那個臉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把這邊打掉 因為你這邊很皺的時候 你會看起來很兇 然後這邊皺起來的時候 眼尾會下垂 所以這個是可以考慮 用一些肉毒去讓你的表情機 有一些變化 可是真的大肌肉 我 不太建議可能打 對 就是你讓你的體脂下降 可以不要碰就不要碰 好好保護你的核心